全球最老人歲,130歲 格魯吉亞克維沙娃婆婆上星期四生日 蛋糕上的130就是她的歲數 你沒看錯,是130歲 當地政府根據婆婆的前蘇聯護照 堅稱她1880年出生 即是中國清朝光碎六年 活了130年,你已經見證了很多歷史大事 但婆婆出生以來,一直住在德薩倫德溪偏遠山區 外面的世界再大都不關她的事 原來陳世煩囂,無憂無慮 可能就是婆婆長命百多歲的原因 130歲大日子,壽星婆婆穿著鮮艷的粉紅色裙 說話都還有文有路 但因為身體虛弱,經常要睡在床上 婆婆有一個兒子十個孫 十二個曾孫和六個賢孫 年輕時靠採茶、種菜和畜牧為生 丈夫早年小時候,婆婆85歲才退休 和兒孫一齊生活 有空捉下棋,喝一杯福特加 格魯吉亞政府已經向建立市世界紀錄大傳 申請將克維沙娃婆婆列為全球最老人碎 取代現任114歲法國婆婆布蘭查德 你認為最後一日子不如說 公 Hallo 多了 幾乎 來不翻譜 中文 中文